不是吧 你們今年有買什麼福袋嗎? 所以我買了一個全家的 因為它...它一直擺在櫃檯旁邊 我受不了了 我家旁...附近的那個全家 很大家 然後店長又人很好 然後又有問他 我說老闆這200塊裡面會有什麼 他說 絕對是超過200塊的價值 他完全沒有講裡面是啥 然後我就...喔好吧 因為我從來都沒有買過 我在台灣沒啥買福袋 如果是衣服的福袋 還是襪子的福袋有買過 垃圾集合包 哇你們... 哇你們嘴巴... 哇很會臭喔 集清品的袋子 是嗎? 也不會是集清品吧 用集清品蠻過分的吧 我反而是學生時期 買衣服還有襪子的福袋 蠻比較多 就是大學那個時候 因為... 過年的福袋出清 就是確實比平時的便宜 喔... 它這邊夾了... 夾了一個東西耶 這裡 我先看... 看一下裡面有什麼 橫鋼拌 為什麼是想要對決的包裝? 哈哈哈 我怎樣都脫離不了是不是? 怎麼又是承受對決欸? 這個...這個我沒吃過欸 這個可以吃吃看 這個好吃嗎? 一包大的餅乾 欸這個OK吧? 給到浪衛先 我覺得很可以了吧 算了25塊啦 我等一下要賺一下 是不是超過25塊 欸是不是超過200塊的價值喔? 這一包應該30吧 你看條碼喔 條碼寫... 誰看得出來啊 誰看得出來這個條碼是啥? 喔還對不到腳 喔35是不是 喔感謝大家感謝 刷一下看看 哭喔 35加25 所以現在就60塊了 超大葡萄乾 蛤?我不喜歡吃葡萄乾 給家人...喔可以可以給家人吃 因為我姐他們蠻喜歡吃的 爛我超過分 喔這個20塊 這樣80了 七七乳加巧克力 因為七七乳加之前有出過幾個 我看起來很恐怖的口味 這個我覺得給到原味是OK的 有冰分吧欸 這個很開心欸 這個也35塊了是不是 對啊這是奢侈餅欸 以前要去超商買一條冰分了 我都不知道做多少家事了 然後... 蔓陀豬 蛤比較可惜 它蔓陀豬不是給整條紫色的 這個應該30吧 還有一個泡麵 我必須說 我很少吃素食的 但隨緣的這個口味很好吃 25塊25塊185 然後... 冰鎮 冰鎮檸檬紅茶也是25塊 喔 所以它其實算是200左右的價格欸 它等於說你買200塊的福袋 裡面一定有200左右的零食在裡面 我覺得以前的冰鎮比較好喝 現在的冰鎮... 有點不耐喝 它有兩個東西欸 一個是卡 喔是商品兌換券欸 一個是可以打開的東西 所以... 零食來說的話 差不多200... 210左右 喔... 經典熱美式一杯啦 蛤?我不... 我不喝咖啡 所以這個對我來說 沒有什麼吸引力 那這樣它確實有超過200塊啦 全家的中美式 價格也... 不低 好像也3... 340還是到60塊去了 再來是最後的 不是吧 3獎4獎 它直接寫明謝會顧欸 我...我剛剛直接撒爆眼 它的頭獎2獎是要登錄 頭獎1台是... 凱燕1台是... Mercan 然後普獎的話就是... 蝦皮折150塊 拜託不要現新護使用是怎樣啦 不知道對水仔多費狗蛇 草山牙 然後再來昨天我不是有說 我有想要跟你們聊一下那個 過年的一些問題 那時候算是剛好滑滑滑那個現實動態 突然看到的一個截圖 然後我覺得我有點嚇到 我嚇到是來自於... 這個價格 真的是大家會包的價格嗎 我看到那張圖是... 它是說網路上大家分享平均下來 然後給予大家一個建議 因為它有分經濟狀況不同 這個截圖來說的話 它分了新鮮人就是剛出社會的 然後小知足跟有能力的人 我最意外的是小孩這一part耶 我先說一下我自己如果要回家包的話 我如果是那一年賺得很OK的話 大概就是給我爸媽就各8000左右 今年的話我應該是包6000 因為前段時間遇到... 因為疫情關係啊 然後有些案子被砍 然後又加上... 沒有在臉書那邊有一個更穩定的收入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好...我覺得6000這個數字是... 我也是OK的 小知足是只3... 3到4萬的收入嗎 可是我覺得3到4萬要一個... 要...要包到6600 是可以包到6600的嗎 對啊 我就會覺得... 因為它是參考網友的平均值的紅包行情表 它是父母各包6600 就是因為我覺得這個網友的平均值 怎麼這麼高耶 因為我會覺得有能力 大概就是落在... 6600以上 我反而會覺得是有能力耶 他說小知足就是6600 我也會看當年賺得多賺得少 就是我剛剛有提到 我大概就是賺得多的時候就是8000左右 像去年今年賺比較少的話 就大概就是6000 我自己會是在這個範圍啦 然後再來就是小朋友 憑什麼現在小朋友可以拿1200到2000這個價格啊 然後親友小孩還要給到600到1000耶 這個東西我看到超氣的耶 給親友小孩到底是什麼拿招 親友小孩是誰 對不對我小時候也都只有600塊 有時候是200 好一點的才有600 我還想說到底是通貨膨脹成這樣是不是 因為我家有4個小孩 並不是每個親戚家裡小孩都這麼多 如果是親戚要包給我們家的話等於要包4包 啊我媽可能包出去就沒那麼多 所以他們就剛會講好的時候就都不要包 可是你知道小朋友聽到這句話都覺得 蛤 我還進他們家那一邊的家境好像蠻不錯的 所以我的表姐她小時候拿到的紅包都會破萬 我好像是到高中還大學的時候才有拿過破萬的 就是真的是湊一湊湊一湊 還好不容易破到1萬塊那一種 但是我表姐她都是拿那一種2到3萬的紅包 欸過個年 我都賺一個月的收入到底是什麼意思 我有破完蛋都轉手給我嗎 轉手給媽媽那沒辦法 那大家小時候都遇過的事情了 然後我每一年都在 都在凹我哥 我每一年過年都會跟在我哥喉 我會這樣說哥我很薄嗎 哥 然後我哥就會說 好啦好啦 等一下下一包誰給就給你啦 然後我就要期待 他等一下會拿到誰的 那一包就是我的 裡面都被人扒下去 你看這就是哥哥的塔比亞 你們這些做哥哥的門 不要這麼小氣 不可以這麼小氣